所以來看到 當然中美關係很重要 大陸駐美食館也說 中美關係不應該因為流浪氣球而 隨風逐流 希望美國要回到正軌來 但是美國一邊合作一邊要打壓 來看到 美國現在又有副助理 部長蔡司抵達台灣 然後另外來看到 中國大陸也開始抵制了 譬如說商務部制裁 洛馬跟雷神 不得跟中國大陸有生意的往來 那理由他們說是因為 台灣出售了相關武器給台灣 所以違反817公報進行制裁 另外習近平主席 要針對俄烏的局勢發表談話 這一定是全世界關注的焦點 2月16號的時候 王毅跟義大利的外交部長談話 就提到習主席會在俄羅斯 入侵烏克蘭一周年發表和平演說 然後也說中國大陸盡能力要遊說 俄羅斯重返和平談判桌 這是義大利的外長說呼籲的 好 來看到這次王毅的談話 有很多關鍵的詞 譬如說他在慕尼黑安全會議 發表 建設一個更加安全的世界 當然說的是中國大陸針對俄烏就勸和促談 有些勢力並不希望和談成功 不願意戰事停止啊 習主席說了 衝突戰爭是沒有贏家的 所以呢中方要發表 關於政治解決 烏克蘭危機的立場文件 好 另外再來看到 這一次呢德新社也說 今年的慕尼黑啊 其實呢一仿常態 美國派了很多的規格的代表團 俄羅斯領導人是沒有去的 但是呢最令人期待的是來自北京 好 為什麼說 歐洲也希望中國大陸的立場呢 譬如說法國就是了 馬克宏說 法國不會以擊垮俄羅斯為目標 好 無止境的衝突主要輸出的 輸家就會是歐洲人 好 匈牙利的總理 艾班 奧班也說 歐洲處在戰爭的邊緣 實際上就是間接的參戰 不應該不允許烏克蘭 加入北約的承諾 我把你這麼長的一段題目啊 就分成兩個大點來講 第一個是講王毅 王毅這次在慕尼黑的會議呢 應該他就是去直球對決的 跟我們這節目一樣 我們的節目 因為他除了在幾個重要的演講中間呢 很清楚講了中方的立場以外 他也除了像剛剛講的說 巧取豪得 現在連巧取都不做 就是說連演都不演直接豪奪 就這麼重的話講出去 他同時呢 其實也很明確的在抨擊 美國所主導的 所謂的國際秩序 所以無論是 你看他的這個演講的全文 因為大家都可以聽得到 他是用中文演講 英文翻譯的 他在演講的全文裡面呢 無論是講對烏克蘭的勸和促談 或者是他講到 南方國家為了自己 全世界要更為安全 這些南方的後發展國家呢 一定要能夠發展 只有大家都好了 共好了才能夠是一個 安全的世界 同時他還特別講到了 對於中國大陸來說 從開始立國就有 和平共處五原則 我們知道是在 萬龍會議的時候 就有和平共處五原則 互不干涉 同時呢 他說我們從未挑起任何戰爭 從未佔領任何的 一寸的土地 唯一是把和平發展寫入憲法 在所有的有和國家中間 唯一承諾不首先使用的 那他用這些 來直接的來回擊西方 對於中國大陸現在的發展 是全世界的威脅 他不但是對某些國家威脅 前段日子在這個 所謂的間諜氣球事件 我們上個禮拜還說 連北歐的史托騰伯格還說 這是對於我們所有的 包括北歐國家的基礎建設的威脅 他還講到的是對他國內的人權的威脅 甚至也說了這是跟俄國的這個聯繫 對於俄國的支持 你看他做了一個間諜氣球事件 無限擴展 所謂的間諜氣球事件 可以擴展得那麼大 所以王毅在這邊呢 他就是要 write the record 他要把這個所有的紀錄弄清楚 講明白 那他講說唯一為挑起戰爭 從未佔領別人國家 指的當然是對立面的 這個全球現有秩序的老大 因為我們最近看到 所有挑起的許多戰爭 甚至單方面的戰爭 甚至還有像蘇雷曼尼的 單方面的暗殺 這些東西呢都是美國做的 所以你要說中國大陸的崛起 是對全世界的威脅的話 他說在中國大陸的紀錄 會經得起檢驗 我覺得台灣可能有些觀眾會覺得說 哎呀怎麼可以這樣說呢 但是若是你仔細從 全球的角度來看的話 王毅講的話一點也沒有錯 而他所指的對立面 實際上我們大家覺得 過去對我們非常好 保護我們的美國 在這些年中 尤其是在911的 雙子塔的攻擊事件之後 他單方面的挑起過 非常非常多的戰爭 所以王毅這次去的職球對決呢 當然是以習近平主席 最後的全球發展倡議 跟全球安全倡議 做結 那這個結的時候 他還請歐洲人去 在他們的靈魂中間思索 我們現在可以做的選擇 那我也覺得最後這一段話 雖然他聽起來 在CNN說這就是一個大外宣 是一個完全的宣傳 是個毫無意義的事情 但是對於台灣跟兩岸事件 我們也應該想一想 他說如果我們選擇對話合作 就不需要走進陣營對立 如果我們選擇和平穩定 就不必走進新冷戰 如果我們選擇開放共贏 那麼全球就會進入發展跟繁榮 這些呢也是兩岸可以做的選擇 我們就在同樣的選擇中間 而且西方的某些國家 正在把我們推向陣營對立新冷戰 跟使得台灣會喪失現在的 和平繁榮的這種狀態 所以整個王毅的這個職球對決 就好像是在推動一個多極化的進程 它這個進程裡面 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 你如果仔細看的話呢 他跟其他的其他國家 像德國的肖茲拉馬克宏 還有荷蘭的副首相 他們都是正式的會晤 兩人坐在這裡要認真的討論事情 而跟布林肯呢是印美方的要求 一個非正式的會晤 然後兩邊出來呢就各說各話 那個布林肯說他們沒有道歉 王毅他們說 意思說沒說什麼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一次的王毅在這個慕尼黑會議中間 他其實抓住了兩個主軸 一個是南南國家 剛剛亮哥講了一點 就是南方國 Global South 這些國家難道沒有發展的需求嗎 我認為CNN的那個女記者 他也問得很好 他主持的一個座談會裡面 他就問說 現在很多人不相信北約 不相信歐盟 也不相信美國 會不會是因為我們 在對南方國的發展中間 沒有進到該進的力量 所以使得這些國家 不再相信我們 所主導的所謂秩序 因為很多人都說 現在所謂的有秩序的規則 就是一個後殖民時代的 一種掠奪性的規則 跟中國大陸現在主張的 全球發展倡議也好 全球安全倡議 甚至馬上就要發表的 這個全球安全概念文件 中間的那個精神 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這是王毅 另外一個我覺得我補一下 我覺得他們 跟美國的相反之處是 美國的拜登總統 在印尼跟習近平主席 很客氣的見面以後 回去無論是國務院 或者是他們的國會 都非常凶狠的修理中國 對不對 所以他變成一個 左腳跟右腳是不一致的 可是在中國大陸的外交來說 王毅去歐洲直球對決 習近平主席呢 在主場 那晚一點他會去別的地方訪問 他跟每一個國家的元首見面 你看已經排出來的 伊朗是已經去了 接著是白俄羅斯啦 俄國啦巴西啊 這些國家 他的訪問中間呢 他就是繼續的利用主場主動 繼續去提由中國的角色 來看到的全球秩序 所以一個是去做這個攻擊跟防守 另外一個呢 是又繼續的帶領著 自己所相信的未來世界的方向 他們兩個人是一個非常好的 而且非常緊密的分工 並且這個中間呢 是若和福節 是沒有任何衝突的 嗯 腦力耗盡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鐘 來包摸摸水 放通心情 舒緩焦慮 幫助睡眠 讓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飽店再出發 蠟氣的推薦代碼 CTI567 還有主播出人物 CTI444